天下的事 国家的事 都是我们的事 因为这里是POP大国民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那所以立委就要劳动 其实那个劳工有放假 军工叫没有放假 所以立法院今天还是开议的 我今天就邀请到了一位 特别的来宾也是立委 那他是民进党不分区的 立法委员林静怡 林委员 林委员你好 大家下午好 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那他是立委 其实他之前的身份是医师 所以我今天要访问他的 不是在讲立法院今天在干嘛 而是访问他医师的身份 那这个就跟各位听众朋友 都息息相关了 那也其实这几年 我今天本来想谈的是 医疗目前的困境 跟大家之前讲的四大接空 五大接空 那台湾我们长期来 我们的第一志愿都是医科 那为什么医科弄到后来 大家进去之后 有些科别不做了 然后好像现在也医生 也在抱怨 呃待遇越来越不好 然后有些科别 就是那种非健保的 越来越热门 对医生来说啦 那非健保的越来越热门 然后健保好像没人要看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有没有办法改善 那这样长期下来的 我们的医科到底对不对 今天想要请教我们林静怡 林委员 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林静怡委员年纪比我小 赚的钱比我多 然后会的也比我多 这个是大家很羡慕的 女性的医师 你是妇产科没有错吧 对我妇产科 妇产科好那我刚有节目前 跟你请教一下 从去年二月开始 你的门诊就停掉了 对 为什么 呃因为来当立法委员了啊 所以没有空 一方面也没有空 二方面呃 毕党很严格 毕党不希望我们兼差 毕党就是民进党 你也告诉民进党就好 民进党那时候 你这样讲的好像 我要变成国民党一样 民进党在提名不分区的时候 就要我们签一个 就是就是说如果当选 就不职业 所以你就乖乖的就二月开始 台中损失了一位好的 富产科医师 你之前是在台中的中山医学院 嗯 就有诊 那现在都没有诊了 现在都没有诊了 那在我 我们看到的新闻里面 所谓的一届的四大接空 五大接空里面 富产科就是一项 对不对 是 那这样少了一个医师 收入 医生的收入应该比例尾多 对不对 哎 其实说实在话 我当产科 因为我是产科医师 主要开刀开的少 所以事实上 老实讲哦 就是我那到最忙的那个时候 其实薪水也大概跟现在差不多 哦 难怪会是四大接空啊 大家不愿意做 最忙的时候 最忙的时候 然后在医院的受雇医师 对不对 叫做受雇医师嘛 不是自己看 对 收入差不多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立委的薪水 大概多少 顺便澄清一下哦 在line上面跟网络上面 很多人说立委什么九百多万 不是这样的啦 其中包含助理费 那包含我们的服务处的租金 一个月两万块的补贴 然后油资 文具 然后助理加班费 这些 Lily Coco加上去 可能一年有到九百多万 那但是助理费 他是直接汇到助理账户的 不能够用立委 汇到立委的账户再去转的哦 所以立委的薪水是比照部长级 那一个月大概分两笔吧 我印象没有错到二十上下啦 对对大概是这样没有错嘛 然后不分区的立委在民进党里面 他们还要捐给呃民进党在十万还六万 六万现在六万对不对 对这些人比较多 所以你们的你刚才讲的是你的妇产科在最忙的时候 收入大概是这样二十左右对不对 对我记得我最忙的时候 还不用捐给民进党 除非你愿意 大概是这样啦 所以现在我们讲的四大接空就是说 呃现在有一些科别 其实慢慢的大家不愿意慢慢转出来 对不对 就是内科外科 妇产科小儿科 还有一个是什么 急诊 急诊也是一个科别 然后还有护理师 对 护理师 对 所以医生是 医师是有几个科别没有人要做 然后护理师也没有人要做 护理师 因为我们就是说毕业有执照的护理师 他一直留在他那一行大概只有七成多一点 这跟其他国家相比是蛮奇怪的状况 因为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专业 多数都可以到九成以上留在那一行 对 台湾的护理师真的 以前叫护士啦 对 对 那的确很辛苦 很辛苦 对 大家其实都 不管你在健康其实都会碰得到 去探病也会看得到 医师跟护理师 那他们你们一定要轮班 而且一定要夜班 呃在医院住院的话是一定要 所以其实像很多 诊所不用 对 诊所不用 所以其实很多 有家室的护理师 他后来就会选择到诊所 那诊所的收入就比医院差一点 诊所的收入会稍微差一点 因为其实护理师的收入最好的 真的就是所谓的包大业或包小业 就是大业班小业班的薪资会比较高 当蝙蝠侠的这种 对 所以他就会日夜颠倒 那跟人家作息不一样 对 那通常都是很年轻的时候 会大概选择这条路 可是他结婚之后大概就 我们就顺着先聊护理师好了 好啊 护理师我记得前几年 好像欧洲美国 然后纽西兰澳洲 都有那种护理师 有执照的可以优先移民 对不对 对 是真的有这种事情吗 有有有 而且澳洲我们很多年前就知道 澳洲如果到那边 好像他要再授一年 还是两年的一个课程之后 就可以在那里职业 那因为像我们这种东方亚洲人 其实都很愿意职业班 所以他们那边很缺 那如果比方说到澳洲 我听说过 在澳洲当麻醉护士 他的薪资差不多 跟在台湾当麻醉医师的薪资差不多 哦这样子哦 但是他们税比较高吧 呃税这个我当然就没有了解 台湾有麻醉护理师吗 有台湾有麻醉护理师 麻醉护医师咯 是这样的 他们麻醉护的护理师 跟我们的医师差不多 对 那他们的医师 可能就比我们这个医师高很多 通常国外这些 呃我们讲的说 呃西方国家或欧洲 他们的医师的薪资 比台湾医师薪资高一点 不过话再说回来 嗯 高一点而已吗 一点还是一堆 欸如果是美国的话是高很多 因为他们 我们是健保制嘛 他们保险制 对他们保险制 所以 以澳洲来讲 澳洲也是健保 几乎就算工医了啦 对对对 所以他们 呃如果用工时来算 当然会比我们多很多啦 嗯 用工时算 他们工时会比台湾工很多很多 他们工时比我们短啦 所以他拿的薪资已经比我们高 然后工时又比我们短 所以用时薪来算的话 CP值啦 台湾的算很高就对了 他们算很低 跟台湾比 他们算很高 出国不破病的就对了啦 出国破病就要花很多钱啦 就像上次 我记得上个月嘛 今天5月1号了 嗯 我们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到日本去 在那边找产了 对 就他们加一加包含那个温室的 那个保温箱的费用是六百多万 在台湾应该成本也差不多吧 台湾其实以加护病房一天 大概就是一万以上的成本啊 成本一万多 对一万多 台币啊 对 但是就是说 但是对于民众来说 他是不用付这么多的 因为他有健保 他到出院的时候 可能算起来不到几万块钱 好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 那第一个比较结构性的问题 不分科别就是说 我如果有相关的症状 包含医师 帮护理师 其实我要选择移民 是还蛮方便的 对不对 是可以 对 那你遇到认识的 有很多去移民了吗 后来的学弟 蛮多移民了 我在 没有学妹 有学妹 有一对我自己的学弟妹 小我一届 非常多年前 他们两个就跟我说 他们移民到新加坡 那现在也真的 在那边做得蛮愉快的 新加坡是公益制的 还是自己 新加坡有公益 不过他们个人 他们在给付上面 跟我们差别还蛮大的 就是说他 以我们产客在看的话 超音波 他们做一个超音波 自费大概八千多 算是合理价 可是台湾 自费两千多 就已经算高了 他们健保给付多少 这个部分我比较不清楚 可是他们的 所得也大概给我们的三倍啊 就是 所以我们这边两千多 这边六七千啊 他们六七千 他们算基本 但他们可以有更高的价格 就是他们那个急剧拉得很开 台湾有一点就是希望 把他压到其头平等的状态 我们现在台湾从健保之后 几乎就是 我觉得就是我刚讲的公医啦 其实就是 就好像你就公立收费一样啦 就是那个公立学校一样 你能够自费的 尤其是重大伤病的 那些不多人对不对 不多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公定家的概念 那你为什么不移民 爱台湾 对 我那时候听到学弟妹要去新加坡 要去当新加坡人 其实我难过了很久 真的难过很久 觉得 留不住 为什么留不住 那很诚实的说 这几年我看到更多学弟都离开 那其实已看到台湾现在 整个医疗环境的状况 我必须诚实的说 他们选择是对的 那可是你回过头来看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在学制上面 你们没有绑约 比如说念公立的 然后公立至少政府有补贴嘛 对不对 没有啊 然后你没有说 你毕业之后 对 你毕业之后 譬如说你一定要台湾服务几年 你们完全没有这个制度 像师范学校 公费医师有 师范学校就有嘛 你讲的是公费医师 公费医师就有 公费医师制度就有 不过公费医师制度 因为他之前实施的状况都不好 所以1999年之后就废掉了 对 所以我们医师毕业之后拿到证照 男性扶完兵役 台湾的医疗体系有什么样的医链啊 可以这么说 或全力医务就对了 对 护理师也是 对 所以年轻这一代的 我的 我后来看到年轻的这些学弟妹 因为他们语言优势 又比我们那个年代好 所以他们其实选择更多 那有真的有越来越多的学弟妹 毕业之后就选择不走 专科医师训练的路线 那就开发自己的去了 其实我在大学联考的时候 我也可以填医科 或者填牙医啦 我填得到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健保 所以我高二的时候 我就跟我家人说 那个 就以我的个性 我如果当医生的话 我不好意思跟穷人收费 那所以如果不跟穷人收费的状况之下 那我就会到山上去 对 山上去之后 可能还要最偏僻的山上去 然后大概赚不了钱 所以要当医生赚钱 在我身上不会发生这样 给他可能 给你耍顶 那如果那时候健保 说不定我会很认真的 高三很认真的念生物 我就当医生去了 那个时代是这样 所以你看一叉叉那么远 健保真的 健保制度影响了医疗 这一行的文化跟整个生态 影响蛮大的 而且我记得我考大学之前 二十几年前吧 以前是医科 几乎所有学校的医科都高于牙科 对 现在牙科 大概除了台大几个传统医科 医学院以外然后公司利益都有 那大概就是牙医会高于医科了 已经开始开始出现了 嗯好 所以我们从收入面跟其他国家比较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台湾的医生其实没这么好谈了 但是已经比一般高很多是真的 对 那我们等一下再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等一下再谈其他的医疗的相关的问题 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 今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是我氧气 就一起在一起 FM91.7 这里是POP大国民节目 我是立法委员春运鹏 我今天邀请到了一个好朋友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立法委员 林静怡 林医师 林医师在线上 那今天我们不是要做那种call in 可以让你问那个医疗相关的问题 假拍谁 这友台有做很多那个 而且收听率很好 但是我今天想要请教林医师的 因为线上有很多朋友 朋友其实也希望说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嘛 那应该从以前到现在 日本时代到现在都希望说 自己的子女成为医师了 然后护理师的我讲坦白相对少 因为护理师真的比起医师来说 很累的啦 但是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职业 然后付出很多的职业 那所以以前的我们对于那种医生的想象 到底跟现在一不一样 这是我今天想要请教林医师的 我们上一段节目讲到说 因为收入不同 然后那种CB值不同 很多的他的学弟学妹 都已经到其他国家去发展了 还真是谈得没救了 他很难过 所以他留在台湾 那我很高兴说有这个机会 他可以到立法院来服务 该修法还是修法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这个相关的修法 那我先请您叫林医师一下 就是说有一个网友他有问了 就是说国外的医科学历回台湾 是不是没有办法被承认 这个可不可以先帮忙网友回答一下 多数是有承认 不过就是说他得再经过 我们叫做外国人 就是外国人的国家医师考试 比如说他在美国拿到国家医师的 美国的国家医师的身份 那他回来台湾 他还要再经过一个考试 认证说他是OK 但是我们承认他的 他在美国的医学院的学历 那我们承认的国家比较多 还是不承认的比较多 我们承认的其实还蛮多的 我知道是欧美多数都承认 那日本一定承认 日本承认 然后像那个叫什么菲律宾 然后东南亚这边有一些有承认 有些没有 那中国的 中国的没有承认 还没有承认 是因为两岸关系还是认为他的制度 应该都有 因为中国他扶远广阔 所以他的国家 他们国家对于那个医生的学历认证 有非常多不同的款项 那他比较偏远 比较偏乡 他又真的缺人缺得很严重 甚至你念两年就可以拿到学历 也有这样子 对 所以他们制度还是混乱 他们制度比较乱 所以回来 就被承认的国家回来参加国考 对 就像考国际驾照一样 你还认证一下 对再认证 但是会比你们台湾训练完的 在考的会 是不同考试还是一样的考试 不同考试 他们另外还有一个外国人 回来应台湾的国考 所以不是拿回来换证就可以了 不是换证就可以 他要考试 而且还要再经过 我们有个叫PGY 就是毕业后一般医学训练的两年 这样子 所以他是先职业再训练 还是训练完之后才能去职业 他要训练完之后 才能够再进入住院医师训练 医师是这样 毕业的时候可以考一张医师执照 表示这个国家的国家考试 认为你是医师 但是不分科 但是不分科 那通常要再去某一个科 去做住院医师的受训 那比方妇产科 要大概受训四年 那四年结束之后考专科医师 那考到专科医师 才会经由这一个学会认证 说你是这个专业的专科医师 那你们医学院不是 已经念了七年了吗 是 然后还要再分 考完试之后还要再分科 对 而且在分科之前还要再两年的 这个毕业后一般医学训练 所以你们念光念书就快十年了 有当兵的以前再加一两年这样子 对 对到了可以临床工作 大家都三十几岁 都要挖四十万 三十四大啦 那以外科医师来讲 黄金时间就很短 这个训练在全世界的医学院体系来说 算长还算短 算长 算长的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医学院也算念的够久 所以台湾的医学在全世界来说 应该算很顶尖的喔 台湾的医学训练真的临床训练算顶尖 真的 那如果以学理跟研发呢 学理跟研发其实也是 在国际上来讲 其他国家 包含我们会用几个东西来看嘛 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重要的每个领域里面的 Paper 期刊 你能够做研究做到什么程度 然后你的病人的存活率啦等等 治疗的时候是不是跟着 病人存活率啊 存活率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比方某一种手术 或某一种治疗 全世界这个领域里面的医师 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存活率 跟其他国家相比 不比人家差 那台湾你在你了解里面 我们有没有哪几科是 在全球来说算非常顶尖的 其实我们 有没有特别的 很多科都很顶尖耶 比方我前一阵子跟我 心脏科的同学在聊 我们有一两个同学 他们在心脏科的某一些个案的报告 是目前全世界最顶尖的 某些个 什么意思 譬如说 因为他有一些很特殊的 他有一些很特殊的疾病 那台湾这边 他就是很专门的 收集了这些特殊疾病的病人 去做整理 然后他的治疗经验 在全球就是很顶尖 那像妇产科 我们也是 妇强镜手术 尤其是妇强镜的癌症手术 在全世界来讲算是很顶尖 因为其他国家 他们在 因为其他国家也包含说 肌腹的关系 我们在这方面的疾病 或者受伤比较多 所以累积经验比较多 还是说 我们本来 我们的医学就很进步 我们真的比较进步 而且我们因为专业分科 也分得不错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民众不太需要 因为很贵 我不敢去看病 所以医师这边 其实可以全心全意的去处理 他这个病人 可以用到最好的治疗 所以某种程度上 我们的健保 让大家 就算再平民 再没钱 也可以看得到病 所以我们累积的案例也算多 我们累积的案例 都是照着标准可以做的治疗 不过这也是这几年 我们在谈健保必须改革的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健保给付它不可能一直增加 可是新的治疗方式 新的治疗技术会一直跑出来 所以前几年也出现过说 健保它可能 健保给付你某一些骨头 比方我们骨科的一些胃材 它给付的那个价格 就是比较旧的那一款 那医师们就会抱怨说 那我不能用最新的东西来治疗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这个技术上 会一直落后于其他国家 可是你又不能说 有钱人 那他得到的器材会好一点 其实这里面是一个 大家在谈论的议题就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去开放出来说 今天我给你一定程度的治疗 这是我们可以确保你说 我给你几乎是九成的治疗 都是这么好的 但是能不能容许有十成 有一成 你多付一些钱 或者是医院这边 多帮你去争取一些空间 那我可以再往上进步一点 那我就直接问你的个案 你方便就回答了 这不是你的科 就是我们讲最常听到的那个心脏支架 我知道心脏支架也有健保的 对 那也有 也有那个非健保的 对 那你觉得差别在哪里 这个算不算你刚讲的一成 就是我让他开放 自费比较高的 是 那我听说有几位立委的医师 前辈 他们自己装支架的时候健保就够了 他不是花不起 而是他认为健保就够了 那照以这样的状况来说 我听到的啦 那立委对我来说比较 比较贴气 以前他们觉得健保就够了 可是我一般听到的 负担得起的 他们都直接用自费的支架 那这个状况属于你刚讲的那个范围吗 专业上我不敢去评断说 有放药或没放药等等的差别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说 有一些新的东西 新的胃材 新的这一个药品 他真的健保给付的速度追不上去 那甚至你健保 你要开放到那个程度 我们的健保费又不太能增加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会造成很大的 那个财务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是两难 这是两难 就是说如果你要每个人都有机会 万一你发生状况 要你身上用到最好的治疗的器材跟药品好了 那但是你就变成大家的这些保费 就够够够够够要提高 对啊 因为你坐这些东西都会比较好嘛 风险大家分摊 对啊 那但是如果大家每次调高健保分 大家哇哇叫 政府抢钱啊 什么的 那那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健康 我不希望每个月多付个几十块的健保费 对 那所以这的确是两难 是两难 尤其在政治上的思考 就跟在医疗圈的思考 不太一样 我们的健保已经是废了嘛 对不对 健保税吧 对 几乎是随乎征收嘛 因为你健康应该保费低一点 但是 但是我们好像不是这样收 是照收入收的 是 所以跟你健康状况无关 对 这个已经超出公不公平的范围 对 对 对 没有错 所以这个讲真的也辛苦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第一个我先 我们网友Simon Z 您刚问的学历 一般会被承认 但是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被承认的国家 然后承认的医学院学历回来 还是要经过一个国考 然后再训练 再加上两年的 毕业后一般医学训练 对 那有些国家不被承认的 那比如说之前 我们有闹了很大新闻 就是波兰的医学院学历 他可能有些缺陷 那后来就 制度上就让他 就是说他必须经过一些认证跟考试 那还是会承认 那中国的因为他制度比较混乱 所以有些国家 如果真的 自己或小孩子想要送出国去念医科的话 还是看一看 如果他是愿意回来台湾从事 那个 医师 然后或护理师的话 就看一下这可不可以 先回答Simon Z的问题 好 那再回来我们的 刚刚讲到的 就是健保给付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难解 对 这难解 这真的很难解 我们必须承认健保的制度 让台湾的健康 整个全民的 包含平均余命 然后特殊的疾病 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 就是我们真的有达到 不用因病而平 或因平而病 你刚讲这八个字 我很少在 其他立委 听到 因病而平 因平而病 因为我穷 不敢看病 那我的病就越拖越严重 对 那另外就是因病而平 生了一个病 我就请家荡产去治疗这个病 那健保真的让我们不发生这两件事 而且现在不锁卡 对 现在我们又不锁卡 所以台湾健保制度来说 整体上对于提升国民健康 跟我们的平均余命 是绝对有帮助 对是有帮助的 只是说他在制度的运作里面 在医疗界 就是我们叫做医疗提供者这一端 或者医疗经营者这一端 是有一些部分 必须重新检讨 这个我从刚才两段的 跟您的那个讨论 我觉得有点矛盾 第一个是说 我们现在很多科别 包含我们的技术 案例跟我们的研究 其实都在名列前茅 对 全世界你去比 讲真的有很多科别 在台湾 来台湾医疗是会令人放心的 所以我们才会推那些医疗的观光 对 甚至医美的观光 我觉得还是末端 那没死人的都没差 那但是我们现在又变得说 我们健保制度会造成说 很多比较进步的医疗的方式 跟器材跟用药 我们在健保里面没办法给付 你不觉得这个很矛盾吗 我们一直有一种 齐头平等的逻辑 也就是说 过去在健保推动的时候 当然一方面是希望 让民众很有信心的来用它 现在当然是很有信心 对 大家都很有信心 可是当然接下来就出现说 包含滥用 滥用急诊资源 那或者是包含说 我们应该要分级医疗的 没有把它分级医疗给做到 所以其实它这个 这个某一些基本的治疗 在基层医疗院所就可以了 它一定要到台大去 一定要到大医院 一定要到大医院去 而且不是每个县市都有台大 是啊 那它就在医疗资源上 其实就错置 那当然它也出现就让 应该要我们叫做 治疗急重难症的 这些在医学中心的医师 它其实疲于奔命 应该是大医院 教学医院应该是处理 急重难症 对 大家如果是那种平常 好像都可以去看 然后不要叫你不要看医生 然后不要因 因穷而病 对 或因忙而病这样 但是你在诊所看了 就好 诊所其实可以给 需要再转诊 对 因为诊所的医疗人员 通常它都可以给你 最最详细的讨论 它就在你家附近 认识你的爸爸 你的阿公 认识你们家的人 知道你们家的生活习惯 所以你觉得这种 譬如说有点像家庭医师 然后或者说社区医师这种 反而对你的病情不会有帮助吗 这个制度是好的 这样才是好的 因为你真的它很清楚 可以慢慢跟你谈 所以不要迷信说 大小病都到大医院 对 真的不要迷信大小病都到大医院 那如果是在这个状况之下 那个诊所真的会帮你转诊到位吗 当然会啊 因为其实对于诊所来说 如果你的状况特殊 我帮你留在我这边 我不是戳了蛋吗 那这一段就是说 请大家真的一般的疾病 如果你不是很紧急的状况 或很严重状况 还是先到你附近的诊所 健保体系会帮你好好的去做后续的处理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请听POP大国民 FM91.7 这里是POP大国民节目 我是代班主持人郑韵鹏 那刚才上一段节目里面 我们访问到林静怡医师 那现任的不分区民进党立法委员 谈到了那个门诊转诊的制度 因为还有二十几分钟 所以我先不要进入那个五大接空 跟医疗暴力的问题 还是可不可以那个静怡 你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怎么样才是一个健康合理的病患的就诊方式 理论上来说 每个病患应该在他自己的社区 会有他的家庭医师 那所以他们不论是任何的不舒服 第一个优先寻找就是他的家庭医师 在英国就叫GP嘛 可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家庭科啊 这就是过去的二十年 这就是过去的二十年 我们没有把这个制度做好 OK 所以加一科很重要 加一科很重要 那我找内科可不可以 其实内科就是说专门的内科医师 内科他还有分大内科跟次专内科嘛 比方说什么胸腔内科 胸腔内科就是他的次专科 那是到医学院了吧 是 可是就是说我们过去这二十年 在训练医师的时候 其实一边说我们健保制度 在做分级医疗 一边我们在做都是非常专科的训练 所以为什么后来跑出我刚刚所说那个两年一般医学训练 其实他就是希望能够让每个医师你至少要具有一般医一般医生的能力 所以我们的医学训练都变得太专科太专业了 我应该去找我的GP 找我的家庭医师 说我有哪些地方不舒服 然后他家庭医师会帮他判断说 你这个其实只是最近睡不好 你回去做饮食上的饮食或者是习惯上的处理 他就帮你处理掉 就没事了 然后或者是他就 你这只是一个胃食道逆流 我给你一个胃乳片 就解决了 胃食道逆流这样就处理好了 其实真的很多时候是症状啊 我只是解除你的症状 那我两个礼拜前来问你 就是说他解决他的症状 然后帮他改变他的生活习惯 给他饮食跟生活的积蓄 所以他就不需要再到教学级的 对他根本不需要到教学级 可是他的他的这个家庭医师 听完他的症状做了基本检查之后觉得 你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所谓进一步包含抽血或X光 像台湾现在我们几乎是 你只要到任何一个医疗院所 就是抽血X光全套下去了 对不对 真的吗 你是说到大医院啊 比较中型以上的医院都是这样嘛 那其实他应该是他的家庭医师 根据他的症状问诊处诊之后说 我帮你转到 我们刚刚讲第二集就是到区域或地区医院去 那区域或地区医院 他在针对他的症状去做处理 那有的可能需要譬如说肺炎啊 你的区域医院就是 譬如说以台北来看的话 就像 北市联 北市联合医院 然后人爱啦 阳明这种的 桃园的话就是像 闽胜这种算教学级 对不对 就算这样 因为定义一下 不然大家听不太懂 不太专业 对大概是这样子 那去他可能诊断 他去到那边 可能是一个肺炎需要住院打抗生素三天 在那边就 就把他的治疗给做完了 然后如果那边还没办法处理 对如果那边发现说 我这三天 你的烧还是一直烧 然后我培养出很特殊的细菌 是我这个地区医院没有办法 有这种特殊抗生素处理的 那我就帮你转到 上一集我们所说的医学中心去处理 所以他其实整个流程应该是这个样子 好那如果我就一个病患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大概可以判断我这个病有没有很严重 其实病患真的不用自己判断 不是啊我一般 因为我是病患嘛 我是没有考上没有没有去填医科的那种 就是变一般病人 但是我照你刚刚这样讲的 普通你不管怎么样先去你家附近看一下 他在帮你转到区域型的 有必要在转到教学级的 那这样我会不会 最后我如果真的我要挂教学级的 我会不会付了三次的那个挂号费用 这就是我们过去在这个制度没有处理的 他应该是如果照这样上去 我就不用后面那两次的挂号 跟挂号的费用等等应该是不需要的 对那但是我一般被转整会变成说 我在这边挂完号之后 那他就叫你说啊你去哪裡去挂一下 自己找医生 自己去挂号 自己去付钱 这个状况现在已经改变了吗 现在卫福部今年我们在处理分级医疗制度 是已经有系统性的处理 也就是说我是所谓社区医疗群诊所的医师 我会跟你先跟我要把你转去哪里的那个医生联络好 所以诊所的医师要帮你把帮你挂号挂好就对了 对不然其实我们尤其是立委的工作 我们常常在帮人家挂 挂大医院门诊对不对 然后都要拜托 其实我跟他讲除非很特殊状况 我自己看病都是路边自己挂的 那是我们帮别人挂号的比例比我自己用的高一百倍以上 所以这个状况应该是诊所要帮你挂 是啊我最熟的 我感冒都回去看我自己耳鼻喉科的门学长 那不是自己吃药 没有有时候不舒服要让他点药什么的 都是都是在诊所啊 那诊所学长很好啊 我挂号几乎就可以马上看 所以医生看病也是 你如果照不来就对了 我照不来一両啊 你觉得这样比较好 那那照如果照着体制大家都乖乖的去分级啦 分级就医的 对 健保我们可以省下多少钱 真的会省蛮多 因为其实同一个疾病以感冒的给付来讲 大型医疗就医学中心 他的给付是一千多块 但是基层医疗院所大概是五百多块 那可是这样医生 那这样医生会不会觉得我 那我自己如果我是医生 婚护理师 那我去开基层医疗院所收入比较少啊 可是他的病人数量跟他的成本又不太一样啊 所以基层诊所就是以量来 其实他们量也是被限制 是健保是限制他们量限制的很凶 所以这个是过去 那这样就是鸡跟蛋都同时发生了吗 就是过去的制度都做的不对 所以如果你分级完之后就是说在诊所的医师 在基层服务的跟到大医院 最后来说在基层医疗上应该要大概差不多收入了 是不是这样子 应该是说医学中心它应该要处理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重症跟难症 量少但是单价高 但是单价高 也就是说我如果留在医学中心我看的应该会是特殊细菌感染的肺炎 可是我不用看感冒 医学中心的医生抱怨我看感冒不划算 这根本就不合理 因为他根本不该看感冒 他感冒他会 那如果是这样他可不可以把感冒这种病推回去给诊所 理论上是 应该要对不对 对理论上要 对病人残忍一点 可是对整个体系是比较有效力 但是这个我必须要讲一个事情就是说 医师做这个动作会被病人跟家属责怪 但是这个我觉得如果你很有把握他只是单纯感冒的话 那就是大家在社会上习惯嘛 很难耶很难 他会一直跟你抱怨 然后会说你没有医德 我都已经那么辛苦 早上六点来挂你的号 你竟然把我赶回去 那要当他习惯啊 就是但是他会变成说后面会衍生的医疗 就会问说他万一转成肺炎 是 他就怪你 他就怪你 所以其实这个整个 过去有一些健保他的很多制度里面都会跟医生说 你就怎么样就好了 那没有把责任就是回到基层的这个民众身上去 那如果我在一个大医院里面 我外面去处理一个 比如说比较诊所 那个诊所部这样子 我就把这种集中症 他真的是处理集中症后端的那个 二三线这种医师资源 他就把你丢到那个诊所部可不可以 其实 他自己不看 我把你往外丢 但是还在同一栋楼里面 其实不要在自己的医疗体系里面去这样运作 因为他其实到后来弊端会很多 那他在我们讲有一些医院已经有一些大型医疗院所是这样处理 他几乎就是什么都吃进去 那他在基层医疗的钱也要赚 然后集中症这边他也要吃 会比较有这种我们就是很拖拉斯的状况 台湾其实我们对医院都要求法人理论上是不盈利的 这是叛逊 我讲真的真的是医院也要赚钱 因为当然还有基本的收入 回到合理 对那过去状况就是齐头的结果 所以我做变成说医疗大型的医院啊 我做急重难症的时候我会亏本 做一个亏一个 那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医院不要亏本 就是我多收很多很轻的病人来 所以这个结构就变成纠结在里面了 对纠结在里面了 真的很难挑战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对病患的就医习惯 医疗的结构 甚至包含我们自己政治人物小病 我们也是往台大挤啊 我没有啊 我没有 我往台大挤是因为近 对啦 如果台大你搬到山上去 洋名山就不会去了 这个也是为难 所以其实现在健保也面对到 我们没有面对到经营的问题 不是技术的问题 医疗品质的问题 我们面对到其实很大一部分是经营的问题 对 这个真的不好解 因为一发生什么案例又被放大说 变能求 没有医德 所以 就变医疗纠纷 我们现在 现在卫福部他们真的有打算推分级医疗 有制度有出来 所以之前我们新闻上看到说 那个系统不好用 医生都不会用 那个系统就是要让你转诊就对了 对 其实就是希望把转诊制度整个串联起来 静怡你是在未还委员会对不对 是管这一块的 是 那 我觉得啦 我的建议是有些症痛急症要撑过去 是 比如说大医院 如果你拒绝小病的 要把它推回去给地方门诊 你们这有办法捍卫的起来 我当然要捍卫医疗人员的专业判斗 久了就习惯了嘛 对不对 对 那这个有卫福部跟你们委员扛的起来吗 其实这 我觉得这 就是说我们从去年到现在 卫福部真的有真心要好好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觉得已经算是不容易了 因为他们要扛很多的压力 那这里面事实上就是说医疗整个体制的改变 我觉得也到了 这个是个文化 对 那第一线医疗人员也开始觉得说 对 他们要一起把这个环境给救起来 不然的话这样撑是撑不住的 好啦 那就我最后做 在这一段进广告前有做点呼吁啦 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做环保一样啊 什么塑胶瓶玻璃瓶要分类 要甚至以前还分过时间的 大家很不习惯 可是现在台湾做环保回收 算是做得非常好的 医疗也需要你环保一下 就是包含自己的病或家人的病 不要想说我住大都市很方便 我就没事就往大医院挤 就在您的诊所就进去看一下病 去想想看说医疗资源如果省下来的话 那对于其他的有需要的病患 其实也是一种功德 对这才能有 然后对自己万一需要的时候 你也不希望说到大医院里面 要摆不住买 我觉得这个是利己也利人 希望大家还是培养一种功德心 就跟就我举的例子 就跟我们20年来做环保教育的推动一样 你变习惯了就不觉得麻烦了 看病其实也是一样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下一段再回来谈医疗的问题 今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是我氧气 就一起在一起 FM91.7 这里是POP大国民节目 我是代班主持人郑韵鹏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我们立法院的不分区的同事 林静怡林医师 那我们刚讲了很多问题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关心一下 今天本来邀请你来的主题 关心一下我们的医护人员 我们上个礼拜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医疗法修正案 对不对 大致上就是针对我们在医院里面的暴力行为 那个暴力不是医院对你医师对你暴力 而是说那些患者病患各种原因对于医护人员的暴力 那我们现在增加了几个法则 你可不可以简单帮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主要修24条跟106条 那以前其实就一直在24条就有提到说 对于医疗院所的部分是不可以做骚扰或者是暴力 可是它里面以前过去的规定是说 如果导致伤害 对 你才会有刑责 但是我们总不能让医疗人员在那边被暴力打到已经受伤了 然后告 然后才有刑责出现 因为这几年已经越来越明显 就是说它出现了非常大量的暴力的事件 那它干扰了医疗人员在救治其他病人的这个过程 所以这几年医院的病患跟甚至有的是家属 跟医护人员的暴力行为是变多了 有被报导出来变多 其实大家感觉上是有变多 可是到底是真的变多还是说因为报导的关系 因为以前医疗院所很多是息事宁人 大概到前年才开始有医护人员 遭受到这种医疗场域的暴力之后 他主动的出来提出告诉 不然过去医院就是行事里面 所以现在这两条修正案就是让他有负担起责任 负担起责任 而且其实也包含希望能够对社会这边有一个一定的态度 就是说这个骚扰啦 不论是恐吓 或者是在里面行事暴力 就算他没有打伤医疗人员 他都干扰了整个急诊救治的这个进行 那他其实也干扰了其他病患的权益 所以这个在国家来说应该要把他试为 他是比照公共危险罪吗 没有把他写成比照公共危险罪 因为那个认定又很麻烦 但是差不多类似这样的意思 他只要在急诊或者是在医疗院所 他有这个恐吓胁迫 或暴力还有侮辱 都算在第24条他的整个干扰的部分 所以也有刑责 有刑责 那刑责的话 对过去刑责里面就是三年以下 然后我记得是30万以下的罚金 那以前还有一个是可以拘役 那这次把拘役拿掉 也就是说 他如果已经到了暴力的试证已经出现了 那他一定会有罚 所以再变成说在医疗行为场所上面的暴力行为 不论原因 那他会有刑责 对他会有刑责 也会有罚款 对 对那通常来说这些暴力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喝酒醉吸毒 都有 还是不满 不满 觉得他人家动作太慢 没有 对啊 都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 我们一直在宣导一个就是急诊的所谓的急 是这个病很急 不是你很急 你不讲完真的没有分解 那病患跟家属常常他们的不高兴就是我很急 为什么先看旁边 你为什么先看旁边 我都找礼物去找礼物去玩啊 你怎么没关系 我都在那边急 最好到不顾你 是 别人都比你更急 所以这里面是一个过去我们民众对于医疗专业 还有急诊的运用上面一直概念上不是很对的状况 那真的也越来越出现我有钱就是大爷 所以我现在立刻就要什么 你一定要给我 那比如说健保的你有钱也是付的一样多啊 是啊 有差别吗 是啊 所以那喝酒跟迷幻药的 喝酒主要喝酒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也在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喝酒喝到已经丧失礼制 那都会请消防队把他送到医疗院所去 那他就在急诊室起酒空对吧 对对 但是问题是他到底需不需要送到急诊室 那不然要送到哪里去 送回家 有些地方 有些国家他其实是会有一个像收容中心这样子 他就是休息一下 等他醒了就回家 因为他没有病啊 那他之前有那种案例就是说 他每次喝完酒就叫救护车把他送到急诊室 这次病患自己会有这种动作 那是救护车要判断要送到哪里去 其实这样说救护车他也不敢承担说 我不把你送去 对没错 那日本的东京都他们其实开始有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你哪些状况叫救护车是合理的 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教育 那让家属也可以判断说 这个状况其实不需要送到急诊室来 这个是另外一个 我们现在好像变成说让他没有必要叫他自费 没有其实没有人敢叫他自费 他就去酒笑 他就去酒笑 进行之后他就走去 所以你们受到这种暴力也蛮多的 我自己以前实习的时候就这样被恐吓过 也是去酒笑来的 孕妇吗 我实习的时候要男病人女病人都有 那就是也是喝酒喝得很疯 难怪急诊医师也是缺额 就是其实那个工作是高度压力 因为他面对到急重症就算了 他还面对到那种晚上半夜 让我不知道他什么状况 那有没有精神病的 精神病的其实如果真正是精神病的 医疗人员都可以体谅 那他就赶快会诊精神科 精神病发作的 对精神病发作那个 其实精神发作那个我们都可以了解 所以这个修法其实对这种因病的还不算在内 因病的我们其实不会责怪他 我们其实就是说你是故意的 所以也有其他委员跟我说 你们需要这样吗 有的时候病人可能情绪啦等等 那我跟他谈的就是说 今天如果我们不是每一个病人 我们都会这样对待他 而是他真的太过分了 那他有时候情绪不好 那一两句我们觉得可容忍 其实大家不会找他麻烦 或者说像你刚刚所说 他真的是因为他的疾病 他本身就是疾病发作 疾病发作每一个医疗人员都可以体谅 就因病的暴力行为 然后或者说言语辱骂 这种的 对你们来说反而是可以接受到 就是说言语辱骂当然有时候真的也很痛苦 很不舒服那看看状况 但是如果他已经干扰了医疗行为 其实他是伤害了整个急诊室里面 其他病患 其实我看起来 这两条医疗法修正案 其实宣誓性医力比较大了 对 因为他都会比照刑法的伤害罪 甚至如果在医疗场所里面杀人 他的罪比普通杀罪还轻啊 所以其实不是以惩罚当目的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在医疗法里面 对于这些医护人员 对于其他病患 应该要有相当程度名闻的保障 不要让这种在医院里面 你最大 然后只有你最急这种心态 然后会造成说 对整个医疗体系跟医疗资源的滥用跟不公平 他会干扰了我们急救别人的这个机会跟时间 在台湾的健保制度里面 真的没有什么你有钱你最大 你有钱就去走门诊好了 或走那些退休的院长 他们开的高贵门诊 他们那个门诊 这也是另外一套制度 是不错 那把大医院里面急重症之间 让给有需要的人 这个是基本的病患品德 我们其实以前这有一句话不方便说 我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个案真的一送进来 我们一定会优先处理 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 你就算不跟我说他急 我们都会先处理 这还需要你们处理吗 没有他还是要急救 所以其实 会说完一般来说都没急 好 今天感谢林静怡委员 林医师来跟我们讲解很多 有些是病患的应该要有的 就医的方式 这也是就医的道德 有些是医疗人员的辛苦 还有整个健保体系的问题 那也希望说大家有志 是从事台湾的医疗的 那也都参考一下 那如果一般每个人都会变病患 也希望说您照我们 刚刚所讲的方式去就医 那下一段节目呢 我们要邀请到是网路的影评人 叫左撇子 最近有一些版权的争议 那身为专业的网路影评人 他是怎么看这些版权争议 那我也会跟他聊一些 台湾的电影产业 他的建议如何 好我们休息一下 再进入下一段的节目 感谢静怡 好谢谢